这个星期六就是元宵节了 在这天大家都会吃汤圆应应景 不过要提醒您包现的大汤圆热量很高 大约五颗就等于是一碗白饭的热量 所以营养师建议还是以小汤圆搭配青菜 吃起来比较健康 元宵节是传统节庆之一 在这天按照习俗都会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汤圆应应景 不过提醒大家市售汤圆的热量很高 特别是包着豆沙、芝麻或是花生的大汤圆 内馅都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 口感虽然香甜 但热量也因此增加不少 一颗包现汤圆热量就高达了70大卡 吃五颗就等于吃了一碗白饭 另外就算是小汤圆一颗热量也有7卡 过量了同样不好 因此营养师建议不想变胖的民众 最好要节制或者是改吃五线小汤圆 再搭配青菜比较健康 而汤圆不管是大小甜咸 主要成分都是糯米 糯米的粘度高对肠胃的负担较重 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洗脚慢咽 尤其是老人与小孩 虽然汤圆的香Q口感常常让人难抵诱惑 不过不想增加身体负担的民众 还是适量就好 特别是患有糖尿病 肾脏疾病以及高血脂疾病的患者 千万不要吃太多 才不会影响病情控制 记者生病张明奇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采访报道